上海復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上層股東的實際控制人 郭廣昌先生不僅曾擔任中國人大 更曾擔任中共統戰組織 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的第二屆副理事長 李海峰先生也是現任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的常務理事 投手會硬起來 投手會硬起來 做阿中部長的後盾 做阿中部長的後盾 近日在這個疫苗的採購議題上 上海復興醫藥以其擁有大中華代理權為由 無視疫苗攸關人民安全 阻撓台灣取得德國的BNT疫苗 到底誰在阻擋台灣取得這個BNT疫苗 上海復興醫藥是如何取得台灣代理權 這兩件事情跟中共統戰部 2009年馬政府開放中治來台投資 以及2010年兩岸簽署 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有什麼關聯 背後的利益集團又是誰 台灣政府在去年向民間藥廠 與BNT洽談疫苗事宜破局後 由BNT總公司直接向台灣政府聯絡去談 然後卻在對外發布消息的前夕再次聲變 對於這件事情 衛福部長陳時中曾經在廣播會議上曾經透露 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開心 暗指這個大中華區的代理權的上海復興醫藥從中阻撓 這一間所謂擁有大中華代理權的上海復興醫藥 今年發行的公司在 我們根據上海復興醫藥集團這間公司 今年也就是上個月 一月發行的公司在公開說明書記載 這位郭廣昌此股85.29% 與王群斌此股14.71% 是上海復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上層股東的實機控制人 而這位郭廣昌先生不僅曾擔任中國人大 更曾擔任中共統戰組織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的第二屆副理次長 另外這一間上海復興醫藥集團黨委書記李海峰先生 也是現任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的常務理事 現在大家會好奇 這個中國光彩的單位到底是誰 我們根據這個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章誠的第五條明定 這一個基金會事業主管機關就是中共中央統戰部 這個章誠規定提到 本基金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誠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開展黨的活動 為黨的組織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 進一步來說 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 就進一步來說 這個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的會長 其實長期都是由中共統戰部的副部長來擔任 我們了解這樣的背景之後 其實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為什麼當台灣要取得德國的BNT疫苗 會有一群人好像不是那麼的開心 再次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